遭到死亡威胁!崔永元语音曝光,向范冰冰道歉,承认大小合同与她无关。 崔永元真可谓是一基石机器千层浪,整个娱乐圈已经陷入了混乱之中。 网友除了大赞崔永元的窃迫之外,如今更多的就是担心崔永元的安全了,毕竟崔永元这一次得罪的人不在少数,自身安全问题必须需要注意了。 日前,崔永元爆出范冰冰片酬1000万,并已指她大小合同时间持续发酵,6月3日,有媒体报道无期地税局准备将介入调查大小合同事件,而央视新闻频道也报道称,基于网上反映影视从业人员设阴阳合同问题,国税总局则呈调查核实。 眼看事情逐步升级,崔永元有些坐不住了,她当天傍晚接受某媒体专访,在专访中再次申明自己所说大小合同和范冰冰无关,而是另一个和电影手机2项目相关的团伙,并表示向徐帆、刘振云的女儿以及范冰冰道歉。 她在采访中说我好像被逼上了梁山,一开始我只想和刘振云、冯小刚讨个清白。 自己也在反省,对受到牵连的范冰冰、徐帆、刘振云女儿刘雨林三位女性致个歉,我真的不想伤害这些人。 但该媒体将采访报道出来之后,因为其在微博之后2万余粉丝,当晚受到了很多网友质疑,认为粉丝过千万的崔永元没有必要在这个小平台发声,这应该是范冰冰方面花钱雇来的营销号。 而在6月4日中午,事件再次反转。 该名为火星试验室的媒体,在自己的平台发出了电话采访崔永元的录音,录音节选了谈及范冰冰以及大小合同的两段话,从录音中能听到,范冰冰很明确地表态向徐帆、刘振云女儿,以及范冰冰的歉意,表示她只是想找刘振云和冯小刚讨回一个公道,并不想伤害其他人。 同时也继续坚持称,大小合同却有歧视,但不是范冰冰,而是另外一个和手机二项目相关的团伙。 鉴于崔永元在昨天另外一次采访中,介绍说无期递税应该很快会和她接洽,看来对于大小合同的调查还会继续,而崔永元之前给出的说法是差不多一周时间就会有结果。 有趣的是,昨天在该媒体爆出崔永元道歉时,她并没有马上做出回应,6月4日更新的两条微博,也并没有提道歉的事情,同时此前设计范冰冰的微博也没有删掉。 由于崔永元爆出的大小合同事件,今天影视,文创股票权限下跌,而她此前对范冰冰的指控即使也造成了比较恶劣的负面影响,在媒体采访中道歉,自己微博不道歉,之前发布的微博不删除,让人不得不怀疑崔永元的道歉是否真心实意。 之前因冯小刚未针对手机事件向她道歉,十多年来一直耿耿于怀,那么是不是太宽于绿脊,言于待人了呢? 主持出身的崔永元嘴上从来不吃亏,而范冰冰也是眼里不揉沙子的人,不知道最后范冰冰工作室会不会给崔永元出具律师函。 而大小合同的事件,也值得网友们进一步关注。